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各位的朋友們 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跳跳舞 所以麻煩大家把你們屁股頭 一直上摸起來 好 我們現在開手 很好 左 右 左 左 右 右 右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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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好 開手 再來3位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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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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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表現得很棒 也是一個最大的小聲 謝謝大家 1位 8位 5個 4位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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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赢就一定要拿出实力 要赢就一定要做出成绩 六年前 Riway从相信开始 从勇气出发 2014年的今天 Riway正迎向迅速爆发成长 势如破竹 从突破百万 超过千万 直破亿 每一场训练 相互激励与分享 每一场盛事 激发出更多的热情与信心 每一场会议 让伙伴踏足世界各个角落 Riway让您看见希望 成就梦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4年的现在 我们携手同行 同心共赢 锁定目标 一起再创辉煌 而起的摄影呢 在我们的大会开始 其实就要非常的感谢呢 我们Riway国际上班人金总裁 丁文峰博士 特别率领的我们的领导阶层 许多远从新加坡 马来西亚 各国远道而来的贵宾 而且我们的TV力领袖们 来参与台湾的领袖表大会之前 各位或许不知道 他们前一天才正参加着 我们印尼的领袖表大会 为了我们今天的盛会 可以说是今天一大清早 凌晨呢 两三点的时候搭船的飞机 专程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盛会 所以这里真的非常的感谢 所以紧接着我们就邀请 我们的领导层 以及我们的贵宾 向我们现场所有的伙伴们 鼓挥手打声招呼好吗 欢迎 欢迎 请给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欢迎 最次感谢我们各位所有的嘉宾 以所有的领导层 特别演到如来 而在今天的现场 舒乐跟各位所有的精英伙伴们 分享到所有的喜悦和荣耀之外 其实在这里 还是要再次跟各位报告了 在2014年 是我们Reway相当重要的年份 有的几年 我们做了许多辉煌的成绩 搅出一张相当亮眼的成绩单 我相信现场所有的朋友 一定都还记忆犹新 4月份的时候 在四个国家 12间分行 同步连线剪彩开幕 而在6月份的时候 新加坡万人飙扬的餐会 而在9月份 更是举办了许多的各国专属的表扬大会 许多的这些创举 也是我们的青年所共同完成的 而这些对日位来说 其实真的还不够 因为总裁说 面对外面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这些成绩 只能说是刚起步而已 在2015年 我们需要一个打仗的年份 所以还想靠大家继续共同的努力 我们要做出一个最好的准备 站在舞台上的每一位的领袖 即使是最高阶级的飞马领袖 他们其实也都曾经是台下的观众 也都曾经只是一个参加者 但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 相信的V-Way 所以他们不断的坚持 抱持一个简单的观念 我就是做 所以他们今天可以站在 这个成功的舞台上 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感想的分享 所以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你想要成功 就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平台 相信我们的Reway 而今天站在舞台上 接受表扬的所有伙伴们 当然更需要好好地 享受你们这个荣耀的时刻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天来参加的伙伴们 或是呢 你今天没有办法上台领奖 只要你今天全心地投入我们的晚会 我相信一定会让各位获益良多 因为2015年 我相信会是你人生的分水里 为你对的人生来讲 一定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而在12月20号 下个礼拜六 Reway也会在新加坡举行脸秀表扬大会 Reway将会举行呢 首次来表扬六位的新非马领袖 而其中这一位 我相信各位一定跟我一样 很想要好好地认识他 因为他在蜕变转变之前 他曾经是一个在地下 羡慕舞台上的树表扬者 他周天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觉得他非常的没有自信 他在跟人交谈的时候 甚至是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 所以没有人相信他会成功 甚至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但是他来到了Reway 透过了正确的平台 他在这里成长 而且彻底的蜕变 他是谁 他就是我们Reway第一位 女性飞马领队 曾经他自卑 潦倒 抬不起头 没人看得起 今天他站在成就的舞台上 向全世界展现他的蜕变 开发自我潜能 一步一脚印 跟随公司的步伐 他凭着后天的努力 奋斗不屑 奥雪凌霜 无所畏惧 自信 耀眼 他就是Reway首位女性飞马领队 Team Elite Pegasus Kellie Lim 接下来我们一起有热情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Reway480队 Team Elite Pegasus 鼓勵秀之 黑妹妹 欢迎 各位台湾的伙伴 各位台湾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好 欢迎大家出席 今天台湾领袖表扬大会 如果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 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 也是感到非常的感动 如果不是立月公司 我今天可能没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 所以今天我真的要非常感谢立月公司 因为有立月公司的栽培 所以我才有这个能力站在这个舞台上 所以在这里我要借着大家的掌声 来感谢我们立月国际总裁林文峰博士 还有我要借着大家的掌声 来感谢我们立月三位的副总裁 MISS Kodia O 还有Dato Kaniwa 还有MISS IBC 还有所有全拍的领袖们 谢谢你们的出席 可能今天就是因为reway 它可以让我今天拥有一辆Mercedes CLS 也是因为reway 它让我有了接近一万方尺的独立养房 这就是reway给到我的东西 我相信reway可以给到我的 也是可以给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达到你们的目标 达到你们的梦想 因为我们同样的站在这个reway的舞台上 我相信台湾以后的接下来的表扬会 同样的可以在台湾的小巨蛋办表扬会对吗 对 那么在这里 我要说reway的台湾领袖表扬大会正式开始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我们跟我们迎接我们的KDV 为我们的次开场的欢迎词 而且特别的远从马来西亚而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的为今天的表扬大会揭开序幕 我们要来表扬我们的Diamond Star 首先呢 正式一星Diamond One Star是双边团队 单元业绩平衡达至新财币70万 如果你一个月双边团队单元业绩平衡达至新财币140万 将会成为正式二星Diamond Two Star 有些朋友加入reway之后 因为产品好见证的口碑多 开始借记起自己的组织团队 双边团队单元业绩平衡达至新财币280万 将会成为我们钻石三星Diamond Three Star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表扬达成钻石 一二三星Diamond One Two Three Star的伙伴们 在表扬之前 是不是现在给所有稍后要上台 接受表扬的这一些伙伴们 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 好的 现在正式开始今晚的表扬典礼 扬人之二 Diamond On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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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幕相當的廣泛 就可以感受到我們的傳遞真的非常的好 同時也非常的開心 他們今天獲取到了榮耀 站在這個成功的舞台上 跟各位一起來分享他們的喜悅 恭喜喔 我們也歡迎我們台上所有的受表揚者 可以來稍後來勾取您手上的講座 跟台下所有的朋友來分享到您的喜悅 恭喜喔 也記得看一下我們先前方的鏡頭 恭喜 那當然現場有所有的朋友呢 就是要邀請大家共同來見證 他們相當開心 而且相當榮耀的一刻 今天能夠站在這個成功的舞台上 相信他們部署的努力 也要跟各位來做一個非常好的分享 歡迎有請朋友的影片 找他們可以來的 現在呢跟他們分享他的喜悅了 恭喜喔 記得看一下我們的正前方鏡頭 謝謝 好 接下來榮耀 我們一起看一下我們的正前方鏡頭好嗎 幫我們露出燦爛的笑容 您可以幫我們比賽甚至是高舉您手上的講座 都可以 再次來跟我們分享您的成功和喜悅 歡迎 今晚呢 能夠登上這個舞台接受表揚 我相信他們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開心 而且是非常的激動 正是一心 Diamone Star 在主持裡頭是很重要的 更是邁向成功的關鍵 相信呢 現場有非常多的朋友呢 都跟我們一樣 很願意跟著他們 一起來分享他們成功的喜悅 看到每一個人的笑容 真的都是冷真心的 發出了灑爛的微笑 也表示 Rewind已經帶著他們成長 帶領著他們脆弱 讓他們真正的感受到了 十足上的一個感受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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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也記得了 你們要再次臉上的熱情掌聲 恭喜 不要忘了看一下我們正前方的鏡頭喔 恭喜喔 恭喜 恭喜你 恭喜恭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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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why 貓富 ワ over ology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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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們心中一定充滿著踏實 因為他們站在榮耀的舞台上頭 再次的證明了主機的接電沒有錯 因為在這院提供了一個最正確的平台 讓你可以在舞台上頭盡情的發光發熱 我們要看一下這前方的鏡頭 恭喜喔 恭喜喔 今天看到所有的秀表者可以透過盛裝出席 恭喜 記得拍照的時候露出你才來的笑容喔 讓我們的攝影師可以為您記錄下是非常藍色的一刻 恭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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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我們要看一下我們這前方的鏡頭 恭喜你 謝謝 恭喜 恭喜 好接下來我們邀請呢 還有下一位 恭喜你 恭喜喔 恭喜 恭喜 謝謝 兩者共同可以留念 好 新場的朋友呢 當然也不要忘了你的熱情掌聲 來 再次恭喜 我們這個階段的設送兩者 好 是的 在我們今天的新場 其實真的有非常多的朋友 都是呢 因為呢 我們Potere 錄胎盤蟑螂的支持者 我們Reway國際來到了第七年 創下了許多的紀錄 更是寫下了無數個改變人生的故事 都是有靠捨獲得亞洲紀念大獎超級品質的 這項產品Potere錄胎盤膠囊 Potere錄胎盤幫助許多人獲得健康 而今天我們就邀請到了兩位的分享者 來到我們現場 跟著我們一起來分享他們的故事 我相信現場的朋友一定和我一樣 都迫不及待的想要來聽一下 到底他要跟各位來分享到什麼樣的故事 首先第一位 就是從事生技產業多年 在眾多的保健產品當中 到底為什麼我們的產品可以獲得它的認可 而且大力的推薦呢 我相信現場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了 我們借我話不多說 接上來就用您熱情的掌聲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鎮實醫生 王淑貞小姐 來用我們演唱 歡迎我們的鎮實醫生 王淑貞小姐 總裁 三位副總裁 然後三男薇薇 各位嘉賓 還有各位優秀的領導人 大家晚上好 好 我以前都在教人家說怎麼獲得健康 然後應該吃什麼保健食品 結果那天早上有醒啊 我發現 居然我得的是一個 跟糖尿病一樣的那種代謝性的疾病 我本身不大能夠接受 所以從我兩年前爆發的 腳狀腺抗徑的時候 我的頭髮一直板一直板一直板 我覺得大部分都喜歡 就是說健康美麗 漂亮對不對 還要有錢 那這時候我的胃兒出現了 就是儀藥師 儀藥師 那他也很慷慨的就跟我講說 有這樣的一個好產品 所以我其實很困擾的是我的白頭髮 跟我的這個脖子那麼大 夏天的時候很可怕 我就不能 就變成穿衣服會很醜 因為整個那個脖子是腫起來的 我就一直在看說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產品 我真的是不相信 所以我當然想要知道說 它的效用到底到哪裡 所以我拿回 就是說把產品拿回家的當下 我把產品打開的時候 我就把相機拿出來 照了我的腳 照了我的脖子 所以我的腳非常神奇 六天以後 那個本來要放學的那一個血塊 整個消掉三分之二 所以我從8月26號加入 一直到9月6號 發現我的金賣區當消了三分之二以後 我開始去跟人家分享這個產品 所以9月17號的時候 我們是在付款那一場 我有參加 那今天有機會站在這邊 我自己也覺得很慶幸 那也覺得說公司的產品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就像那個David又講的那句話 不要懷疑 吃就對了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有贊助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戰時一星黃書珍小姐 為我們帶來的分享 哇 你今天看到呢 我們的戰時一星黃書珍小姐 可以說氣色非常非常的好 這真的證明了 他的設產品之後 真的有感受到的功效 才可以站在我們這個舞台上頭 跟各位來做分享 現在你的手上 或許正拿著我們的產品 在想說 我要不要開工啊 但是我覺得 聽完我們戰時一星黃書珍小姐 分享之後呢 更堅定自己的信念 吃就對了 做就對了 我相信 你也可以像我們 鑽石一星黃書珍小姐一樣 感受到說 哇 真的完全的不一樣 好 那請接下來要繼續表演的是 雙邊團隊 單元業績平衡 達至新台幣 140萬 可以成為我們Reway 最十二星 Diamond Two Star 一巴掌 相差 一巴掌 bunny團 他們 Diamond Two Star 恭喜感言 感恩綠蔚 感恩我所有的夥伴 綠蔚我愛你 謝謝 恭喜你 恭喜 請看一下我們的正前方鏡頭 接下來我們請來邀請我們的鑽石樂星邱正修 恭喜 謝謝綠蔚 謝謝總裁 謝謝我所有的夥伴 綠蔚我愛你們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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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再邀請我們的鑽石二星 劉民邦 恭喜 感謝綠蔚給我這樣的一個平台 感謝總裁副總裁 最重要我要感謝寶葉姐 寶葉姐我愛你 謝謝寶葉姐 謝謝 恭喜 恭喜 接下來我們再恭喜鑽石二星李雲麗 恭喜 恭喜 大家晚上好 好 我來自台中 我到金石今日 我今年五十六歲 但是我覺得 我還沒有進入鑽石前 我的生命是沒有顏色的 感謝總裁 讓我有這個機會 讓我有這個機會進入鑽石 讓我體會到什麼叫做人生 謝謝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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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二星楊淑芬 首先 感謝總裁 還有三位副總裁 三萬五為 還有台中的團隊 你們 謝謝你們 能夠讓我有機會 站在這個展台 接受表揚 謝謝你們 恭喜 恭喜 好 接下來讓我們來恭喜 謝永芳 感謝一位優子的文化 和興奮 也感謝 Mr.Simon Wang 以及我們的 薇薇 謝謝你們無私的帶領 更感謝一路 挺我們 相信我們的 大老師團隊 對所有伙伴們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讓我們來恭喜 鑽石二星 蔡明慧 大家好 我是蔡明慧 今天我所要感謝的是 另一位公司給我一個 這麼好的平台 也感謝我們的總裁 那我更感謝的是 我們的Mr.Simon 和我的最偉大的 瑋瑋媽媽 謝謝你們 今天給我一個 這麼好的機會 非常感謝你 也感謝我的團隊 好 我愛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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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恭喜 鑽石二星 黃景田 謝謝 剛才美 最偉大的 感謝 晚安 謝謝總裁 我是 趙老師的團隊 趙老師加油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恭喜戰鬚二星何一鎮 感謝六位公司提供這麼好的機會和這麼好的產品 夥伴們 下一次一起上來你這個獎好不好 好 恭喜 接下來恭喜戰鬚二星張紀鎮 感謝麗威 感謝我的下線 謝謝大家 加油 謝謝 接下來我們來恭喜戰鬚二星徐慧芳 感恩麗威 感恩Andy 夥伴們 你們一定要相信這個產品 謝謝你們 謝謝 恭喜 接下來恭喜戰鬚二星 謝嘉鴻 謝謝上天 為什麼這樣講呢 到我們這把年紀也還有這麼一個舞台呢 讓我們在這邊發展 讓我們在這邊成長 謝謝我的朋友 謝謝我的伴們 我的上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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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恭喜戰鬚二星 五方妹 我今天很高興喔 人家常說顯日不如撞日 所以今天有這個榮幸喔 來跟各位講話我實在是非常的高興 我是二十年不吃一顆藥的人喔 走健康 我跟著陳老師 陳老師站起來 二十年前喔 從美國進口國際能量營器 幫他檢查身體 所以那時候我碰到瑞威 我們好高興喔 這麼好的產品 又這麼稀少 所以我真的很高興 台灣我想我再給大家一個 一個訊息 台灣世界上第五大愛吃藥的國家 我們兩次很有子病感 我們希望台灣人都不吃藥 身體很健康 我們為未來的台灣 大家努力加油 鼓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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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看一下正前方的鏡頭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我們副總裁 掌握朋友 過我們的真實熱心 宅滿TOS2一起大頭照 我們看一下正前方的鏡頭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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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的副總裁 大家的朋友也請我們受獎者 可以先請回座 謝謝 好 我們是不是這次熱情的掌聲 恭喜他們好嗎 這次恭喜上所有 親手表演的真實熱心 單門TOS2 這次恭喜你們 謝謝 謝謝 是的 正直呢 花樣年華的可愛女生喔 如果發生的是紅的青樓 摔下來的重大意外 大家可想而知 可以保住心命 真的可以說是奇蹟了 但是呢 因為粉絕兒入胎盤膠囊 今天這位女生 她可以重回大學的校園 這個見證者呢 就是要跟大家來分享 有關於她女兒的故事 所以接下來我們將邀請到 我們另外一位的見證者了 我們就全掌聲來歡迎 鑽石一心 徐憶景 徐爸爸 來到海上頭 同時她也帶著她的女兒 徐維文小姐 而且那麼約會呢 也特別喔 從台東呢 上來 來到呢 我們的 那八樓爬上去 在女兒牆的地方 她想說跨了 結果沒想到呢 女兒牆的戰步 摔下來 她意識已經有禮貌過 然後她腳一跨 掉下去了 那真的啊 我還是要感謝這個 老天爺 她還好不是頭這樣摘下來 她是整個屁股這樣下來 下以後 就這樣 左邊 躲地 當她躲地的時候 還好真的是很幸運 她裡面 我看她那個 有一個花盆掉 她想辦法處理 就因為這個樣子 她那個整個的那個 脊柱的話 幾乎手術十幾個鐘頭 當她手術完了以後 她把這個 吃骨 把它拌開 然後打鋼墊上去 然後還有 甚至有 睡覺的部分 把它調整 但是呢 這個手 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已經十幾個鐘頭 整個手術 怕小孩子會受不了 然後呢 她就把這個手拌著 然後 結果一三天發現到奇怪 她就 脹到那個鋼墊 碰到 碰到那個鋼墊上來 結果那個時候我們 就開始緊張了 趕快有什麼急診室 坐到急診室的時候 結果 光是那個倒尿 那個兩千CC是保證的 三大 六千CC 那時候 我們就感覺到 她在那個車上 那個臉是蠻痛的 因為那個要擠也擠不出來 所以那個 我們在外面聽她 好像 好像殺戶一樣 一一叫了 對不對 但是我以為是高招 沒辦法 為了你的後方 一定要想辦法 那現在是 我要感謝是因為 那個羅達哥他引進了這個 Portier 讓 我就那時候 我就感覺到說 已經沒有辦法 讓她捨得看 她每次 當她 完全後援的時候要上車門 她每次就會 我們就聽到她在唱歌 然後 嘻嘻了 嘻嘻了 就故意要讓我們知道 她要一上車 那種心靈的感受到 那種 一種 最大的滿足感 然後就是因為 這個 剛才改善到 然後呢 今年的暑假過了以後 她真的已經擠了兩年 暑假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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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現在已經蠻正常 謝謝 謝謝 我要感謝我爸爸 讓我吃VV的產品 Cortier 讓我可以恢復正常 就像以前一樣 我雖然就是腳還是 就是還要再繼續吃 謝謝 謝謝 我們又可以把她的擁抱 好不好 謝謝 我們又可以把她的擁抱 好不好 謝謝 我邀請我們的音樂 在未來呢 會呢 把自己完全的康復喔 我們再次的 熱情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 希麗菊先生 謝謝我們的徐爸爸 謝謝徐爸爸 帶著我們的漁文前來 值得可以說是呢 我們最佳見證的水龍 大家可以想像大叔 所面臨到的 生命上的空屬 以及那爸爸今天中的煎熬 或是爸爸選這個場地 把我們的漁文 找回了甜心的生命 而且繼續的能夠呢 邁向自己的人生道徒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 開心的一件事情 我們真的非常的感謝 而在今天所頒發的獎項呢 是我們鑽石的 一星二星 咱們玩 2STAR 而在一個經濟市場 要達到新台幣70萬 或是140萬 這些都很不簡單 但是接下來要表揚進行到 下一個階段 門檻更高了 當雙邊的藤在眼的單元業績 平衡達至新台幣280萬的時候 他將會成為我們的鑽石三星 Diamond 3STAR Diamond 3STAR Diamond 570萬 Diamond 780萬 Diamonds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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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Diamond 3 Star 讓我家庭幸福 經濟引起 讓我能夠有機會培養我的孩子 越來越好 因為有了歷會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阿嬤 好 謝謝 謝謝 恭喜 一起來看一下我們的政城方鏡頭 恭喜 接下來讓我們來恭喜 鑽石山青 鑽魂良 我們要帶領他們走向健康 走向他們想要的財富 我們不用一輩子的努力 我們只要付出三到五年 就可以完成我們的人生夢想 希望我們所有的夥伴 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 恭喜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政城方鏡頭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恭喜 鑽石山青 唐鮮秀 當初我為了律位一直禱告 結果神給了我聖經上的一段話 他說我寬恕你的一切罪惡 我醫治你一切的疾病 我救你的命脫離死亡 使你以仁愛與慈悲為你的冠冕 然後呢 然後呢 我以美物使你所願得以知足 以致你無因煩惱還同 各位有沒有覺得這好像在講我們的布蒂爾 感謝主 感謝大家 感謝我所有的團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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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恭喜 鑽石鑽石 葉美蓉 感謝總裁 感謝我的領導人來告訴我這樣的一個事業 所以說我們要認真努力學習 開拓我們的市場 讓我們能夠在加油 能夠在台灣成為亞洲第一 你說好不好 好 我們一起來努力 感謝我的團隊 我的台中團隊 還有我的發連團隊 還有台北團隊 有你們我才有今天我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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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美好的東西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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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不過 經過這個產品感動了我的家人 讓我的家人帶來了健康 那 藉由這個機會 我二姐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能夠參加日會公司 在這一年多以來 我從來沒有做過一樣的事業 得到這麼多人的感謝和支持 只有在這家公司 所以 我敢很大聲的告訴各位 我真正的找到了 就是這家公司 日會國際 有限公司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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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讓我們恭喜 正十三請 陳啟文 很可惜的是 讓他們面對這些機會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能力好好的抓住 希望更多的人 和我們一樣找回青春活力 一起創造臺部 謝謝大家 謝謝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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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立委公司發出獎金是多少呢 65 65 到70 那也就是說 你 也就是說 你只要做一份工作 你可以比別人多了兩倍的獎金 你說這樣好不好呢 好 好 所以 由這兩個數據 我們看出說 你今天 我們說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我們選擇一個好的平台 好的團隊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你的夢想 來 讓你家人過得更好的生活 謝謝各位 謝謝 恭喜 謝謝 恭喜 最實真心 陳齊全 最貴的產品 確確實實 會讓 從神經系統 從免疫系統 從那個 更新你的細胞 從保養細胞 修復細胞 包括 到最後 更新細胞 換句話說 你的甘心皮膩 都在最佳狀態下運作的時候 KCU事件也好 不管黃金屠宿 整個屠宿也好 經過你的強化之後 這些東西都會 原因 換句話說 你會變成 健健康康的一個細胞 或一個健健康康的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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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我們主臣 公共主臣的 林文鳳博士 跟我們 正經正經 三門TWISTA 一起共同可以留念 好 稍微訪問謝謝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正前方金鵬 謝謝 這次的謝謝 我們的主臣 林文鳳博士 可以申請回座 同時也非常感謝 我們所有的受講者 可以申請 我們的回座休息 謝謝 照片 對 有不得緊張 打開 左邊 好 多一點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很好 好 在右 左邊 右 左 右 左 左邊 右邊 很好 左邊 右邊 很好 左邊 你們都這樣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左邊 好 讓我們右手這邊往 右 左 右 左 左 左 右 左 好 我們就幫人位 輝 done 聽魡力 什麼是聽魡力呢 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魡魅的蝕麗 表揚制度呢 是讓領袖在追求更高的榮耀之外 更可以享受到長期又穩定的高額收入 每個直腔商夥伴都可以享受到這個榮耀 就算是你刚刚加入Reway 相信自己你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来表达是Tim Lee的第一个阶段 Tim Lee Powell 孔雀星座 南天之星 赤金十九时三十分 赤尾六十六度 树林中灵气汇集而成的天然灵物 Tim Lee Powell 孔雀柳队 艳丽耀眼 成功延续三个月 个人大致两个三星 临终称冠 临终称冠军 临终称冠军 对此有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Tim Lee的朋友 孔雀领队 邱天豪 欢迎 请先吹车 朋友 赞账我们的入口数 孔雀领队市里校进入 Tim Lee这段的第一幕 必须成功连续三个月 个人的孔雀达示 两个赞实身心 可能都获取今年的荣耀 我们现场的双票再给予我们今天的天宇丽泰宝 同学一队吹跑一个热情的掌声了吗 恭喜同学邀请我们热情的总裁 联永峰博士来为我们表扬我们Tim Lee的泰宝 邱燕豪 恭喜 现场的所有朋友请再给予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 呼呼 恭喜 再次恭喜我们的天宇丽泰宝 空气凛队邱燕豪 谢谢 恭喜我们拍下正前后的镜头 谢谢 再一张哦 好 再一张 好 首先感谢我们的林文峰博士 因为他一直在打造一个所谓的正直 正派正面的一个直销文化 所以我相信在座只要是reway的一份子 都会身为reway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 对不对 对 好 因为我觉得在reway这个平台 不仅是说可以帮助自己成功 而且是可以帮助很多人成功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 哎 燕豪 你已经成功了 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所以今天我愿意全境的投入reway 各位相信我的眼光 绝对不会有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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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段期间呢 其实也很开心的 看到很多 在这三年过程当中 有一些伙伴 曾经有短期离开的 最近都陆陆续续归队了 我们给这些伙伴一些热烈的欢迎给你掌声 所以我个人觉得要成功 你必须要有很强的信心 你要完全相信 然后呢 你真的要坚持 不断的努力 所以这三年来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退缩过 因为我相信坚持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因为我相信我只要持续的耕耘 持续的步骤 持续的做法 我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一个工作的果实 那最后呢 我要感谢 在这感谢Reway公司 还有一些跟我一起奋斗的一些伙伴 那台中的市场 我们现在也积极的开始扩展 那我们希望跟公司更能更多的配合 那最后也是要感谢我的家人 因为其实如果没有家人在我后面支持 其实很难去达到下一个目标 因为我必须牺牲很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那我希望说 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三年成功之后 能够带给他们更多的幸福 好 最后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同学里队 崔彦豪 好 而呢主持能够进行庞大 一次呢又一次的将Reway的活动 不断的推向高峰 就不能够呢不提到这一位 这位呢是我们Reway第一场领袖表大会里头 相当重要的人物 因为在第一场的领袖表大会当中只有17人 经过了六年多的努力 人才整合 对人的团队配合 扩大到了万人的盛大场面 他是谁 他就是什么Reway最重要的推手 高市之志 聪慧绝伦 把多年的丰富经验带进Reway 成功协助公司拓展新市场 他将引领V位走出亚洲走向世界 联合创办人兼市场行销部副总裁 Claudia Ong Claudia Ong 接下来的首歌曲掌声欢迎 V位联合创办人兼市场行销部副总裁 Claudia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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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好 好 剛剛我聽到燕豪講到達豆的這個世紀婚禮 其實這個婚禮差一點是辦不成的 為什麼呢 記得在去年9月我們的高峰會議 我們去美國拉斯維加斯 我們去到拉斯維加斯的時候 我們就從洛杉磯開著車去到拉斯維加斯 我相信很多領袖回想起那個體驗 非常 感覺非常好 那時候呢我就跟達豆漢尼在同一輛車 那麼他就在開著車我就開著棚在那邊享受 加斯維加斯 我們就開始聊天就開始閒聊 然後的話呢我就跟他聊了過後 我就問他你只是要結婚 他就講說我真的不懂我幾次要結婚 我就問為什麼你不懂你只是要結婚 他說因為2013年這麼多活動這麼忙 我真的沒有時間結婚 何況是2014年 2014年更多活動更忙 我根本沒有時間結婚 那麼我聽聽一下我就想那也對 那他到底要幾次結呢 那麼2014年了 很多時候呢當你問他你幾次要結婚 他還是會跟你講他不知道 所以呢總算在2014年的某一天 就有一個人幫他做一個決定 你2014年非得結婚 所以這個人呢就把他帶去一個地方 看了日子就講好 你就在這個時候結新娘 這個時候結婚 就是我們的總裁林文鋒博士 然後呢我還記得今年9月份 我們在北京有一場高峰會議 那麼在高峰會議的時候呢 總裁林文鋒博士他就分享了一些我們接下來的計畫 還有一些我們接下來的活動 那麼他就在螢幕上呢放著 12月份這樣沒有高峰會議 12月份我們的高峰會議就是拿出的結婚大喜日 所以的話呢他就在螢幕上放了他結婚日期 那麼很多領袖 很多人很喜歡用iPad 用電話把它拍下來 同意嗎 現在人不喜歡抄筆記的 他們喜歡直接拍下來 所以我就看到有很多領袖 為了不要錯過這個日子 立刻拿出他們的iPad 立刻拿出他們的電話 把日期拍下來 這個相當正常 不過最不正常的是 坐在我旁邊的拿 他也拿他的手機 把他結婚日期拍下來 我就問他 你不懂你只是結婚咩 他講我不懂我老闆選的 所以老闆就幫他選了 2號接新娘8號結婚 我想講的是 這個人他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知道他結婚 他100%的人生就是放在VV 我們給他一個掌聲 那麼8號我上次有很多領袖去參加了他的婚禮 也感到非常開心 那麼之後呢 婚禮一散了 不要講新郎 每一個人就開始奔波了 開始去不同的地方籌備 我們三場的表演大會 那麼昨天是在印尼 雅加雜有了12月份的第一場 那麼因為對我來講 我要去設計一下兩場表演大會 所以我10號的時候呢 我就來到台灣 那麼當我來了台灣過後呢 我就跟台灣的同事聊 我就跟他們講關於一些細節 關於這個表演大會的 那麼當我在跟他們做一些溝通 做一些我們講的rehearser的時候呢 我發現他們很多都準備好了 他們很多都已經等待這一天 他們很多都已經準備要怎麼做了 我就發現其實還蠻安心的 那麼我就離開了台灣去到雅加達 那麼星期五到了雅加達 就去籌備雅加達的這個表演大會 那麼昨天就是雅加達的表演大會 那麼昨天雅加達的表演大會 一結束 我們沒有得睡覺喔 然後就帶著我們的員工去吃飯 那麼去吃飯過後呢 是差不多凌晨一點了 那麼我們三位副總裁跟東哥呢 隔天就是今天早上 就要趕飛機來印尼 那麼這個過程裡面呢 第一個要到機場的是IV 那麼第二個要到機場的是我們的總裁 那麼第三個要到機場的是我跟達哥 那麼總裁就想不如叫我們 我跟達哥跟他一起到機場 所以我們就早了三個小時到機場 誰知道呢今天早上一到了機場 打給達哥 達哥你在哪裡他想我走了 所以我跟達哥就兩個人在機場 有三個小時你看我 我看你一間店都沒有開 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麼我想要講的是 這個整個過程我們搭了七個小時的飛機來 如果你問我們會累嗎 其實一點都不覺得累 有很多可能過在V-ray的人 大家聽到我們這樣搭飛機跑來跑去啊 我們很多領袖昨天參加了這個印尼的表演大會 靜靜又趕來台灣會累嗎 其實不累 如果你問我們台灣的同事 要準備這一場 十三十四號台灣這場 領袖表演大會 他們會累嗎 他們會跟你講他們不累 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講過一句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全部都準備好了 他們就是在等待這一刻 如果你了解台灣的同事 你了解我們的Operation 我們的Marketing 或者是我們的 Business Development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呢 他們都準備好了 現在關鍵是管理神也準備好了 我們的員工也準備好了 Re-way也準備好了 我想問一個最關鍵的是 台灣的領袖們你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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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呢你們會講你們準備好了 同意嗎 不過什麼叫做準備好 我想講如果你們真的準備好 不可能一年前你還是完殺 現在你還是完殺 不可能如果你準備好了 三個月前的表演大會 你沒有上台 三個月後今天你還是沒有上台 怎麼叫做準備好 準備好就是一個人 他的身體從頭到腳的每一個細胞 都準備好了 準備好什麼 準備好迎接更多的挑戰 準備好去面對更多的問題 準備好去面對更多的主力 準備好去承殺別人不敢承擔的壓力 這個叫準備好 準備好去抗密人家不敢抗密的東西 準備好去壞人家不敢壞東西 這個才叫準備好 當別人決定放棄的時候呢 他決定不要放棄 當別人不堅持的時候呢 他決定堅持 這個才叫做準備好 所以台灣的朋友 什麼叫做準備好 是當你願意去承受 別人不能夠承受的代價 當你願意去承擔 別人不能夠承擔的一些責任感 當你願意去放下自己 當你願意去把自己提升 那個才叫做準備好 我相信在前幾期的雜誌 我們看過總裁的幾句話 他有講過一句話 歸零自己 武裝自己 沒有自己 有聽過嗎 有看過嗎 代表什麼 他其實想在那句話 跟我們講什麼呢 VV一直在做籌備 而VV任何事項都準備好 那麼當我們講歸零自己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領袖就會講歸零自己 可是如果今天我沒有自己 叫我壞來幹嘛 很多時候我們壞都是為了自己而壞嗎 是嗎 其實不是的 這一期的雜誌正商 我們訪問了六位新的飛馬領隊 當我們訪問他們的時候 我們發現六位飛馬領隊 在不同的時間接受專訪 都同時付約兒童的都講 他們壞飛馬因為他們的團隊 他們壞飛馬不是因為他們自己要做飛馬 因為他們認為當他們是飛馬的時候呢 他們的團隊的信心就會更多 當他們是飛馬的時候呢 他們帶領他們的團隊 可以去到更高的一個階級 當他們是飛馬的時候呢 他們可以更好地帶領他們的團隊 所以他們決定充沛 所以他們決定兵沛 所以你看 當他們沒有自己只有團隊的時候呢 他的成績才是最好的 同意嗎 好 當道德講到歸零自己 沒有自己去給世界一個意外 你們有看到我們的雜誌嗎 還有VV的歌有聽過嗎 好 當我們講要給世界什麼意外呢 讓世界看到這一間六年多的直銷公司 這一間一開始的時候 以高價位要賣胎盤數的公司 這一間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用產品導向 可以做到很大的公司 的確能做得到 我們要讓大家看得到什麼呢 VV以Show You The Right Way 正直正面正派它是能夠的 為什麼呢 六年多前當我們講我們要產品導向 我們不要走捷徑 很多人覺得不可能了 直銷已經給人家做到 不可能可以產品導向 不可能可以正直正面正派 不過我們相信它一定能 所以VV要帶著很多很多的領袖 朝向這個方向 而我想講的是 台灣就是其中一個國家 為什麼我這麼講呢 如果你了解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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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了十到十个国家了 同意吗 因为开公司很容易啊 我只要许一个国家 注册住一间公司 请一些员工 我就是开进那个国家了 同意吗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只要我的地址上面 只要我的网继网络地址上面 有很多国家的地址 我的公司就是很大 我就是开很多国家了 不过Revue不是这么想的 其实六年多以来 有很多很多的人 叫Revue进入很多的国家 欧洲有吗 有 中东有吗 有 中国 东南亚 亚洲国家有吗 很多 北欧哪里都有吗 都有 每一个时刻 都会有很多人跟我们讲 我某某某 谁在哪一个国家 我的谁谁谁在哪一个国家想做 你可以把Revue开去那边吗 我想问一下 身为一个公司 要做大的公司 我们想去这些国家吗 肯定想的嘛 哪里可能有市场 我们不去 不过我们不要去为了去 当我们进入一个市场的时候 我们要确定 我们能够把那个市场做起来 我们要把那个市场做起来 我们才选那个市场 所以这六年以来呢 你会发现我们进去五个国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台湾 听得到吗 六年我们选择五国家 而台湾是其中的国家 这就代表我们的的确确 立会要在台湾做得很大 我们要在台湾做得很好 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到 我们要在台湾做得很大呢 你看一下 从上个月前 九月份表扬大会 我们就开始在台湾表扬了 同意吗 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做到这样子 我们可以跟台湾的领袖讲说 我会在新加坡表扬 我在马来西亚你来就来 你不来就不来 因为你不来 我新马还是照跑 不过为什么 我们要来到台湾 表扬台湾的领袖 因为我们要把台湾做起来 那么你会发现 近期有很多V位的管理层 很多V位的同事 开始来到台湾 来协助台湾的领袖 有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把台湾做起来 所以我想讲的是 当我们要把台湾做起来 不过如果你本身不想 把你自己做起来 那个事情有用 因为一只手是拍不响 你需要两只手一起拍响 同意吗 所以今天V位要做到台湾 你是不是在里面 就看你本身 对于这个V位 能不能带给你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V位对我来讲 它好比如一架飞机 而这架飞机里面呢 它没有经济舱 它没有商务舱 它只有土等舱 而这一架飞机它非常大 它有很多土等舱的位置 那么这架飞机它飞来台湾 它邀请你上来土等舱的位置 不过你犹豫 你徘徊 你怀疑 你怀疑公司 你怀疑自己 你怀疑到底能不能够 在这个怀疑 在这个不相信自己的过程里面呢 你会发现 有很多人开始伸过这个飞机 有很多人开始坐上这个土等舱 不过你还是在想 你还是在徘徊 你还是在犹豫 那么过了一阵子过后呢 因为有很多人又开始超越你 上了这架土等舱的飞机 那个时候飞机可能已经一半满了 只剩下一半的位置 你应该跟家里不远 不过你还是怀疑 这个也怀疑 那个也怀疑 这个也满怨 那个也满怨 你会发现慢慢的 原本你可以坐在土等舱的前面 慢慢的 越来越多人 上了这个土等舱 慢慢的 土等舱只剩下那几个位置 那么很快的 如果那个时刻你这样不醒来的话呢 土等舱满了 当这个V-ray的飞机飞的时候呢 可能你只能在飞机的走道 看着飞机起飞 可能那个时候你会跟自己讲 曾经啊 我在V-ray的时候 我可以有机会上那个土等舱 不过现在它已经起飞了 我想跟你们讲什么 我想跟你讲 机会我们给你 这肯定的 因为台湾市场还小 台湾市场还有很大的潜能 同意吗 不过并不代表 今天我机会给你了 五年后我还会等 并不代表 十年后我还会等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不动 你不行动 我们还是要照跑 因为约有我们的目标 今天V-ray 是为了V-ray的使命而活 如果今天领袖可以看得懂这个使命 他就跟着我 曾经我上过 曾经我上过一个 培训 上过一个课程 那么那个领导人曾经跟我们讲 好 今天你们要上这个三天的课程 你们必须把手机 没收 就是三天不能用手机 三天没有人能够联络你 那个时候有很多上课的学员 就开始紧张了 怎么办 三天不能用手机 三天没有人能够联络我们 代表什么呢 可能 人家找不到我们会紧张 那么那个时候讲的事就讲 其实你不用担心 Phoenix Monoceros Akiller Jekyll Packerson 我想问一下 潜能当不当 你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 所以我想讲的事 不要白白浪费掉你的这个机会 当你有这个机会 坐上这个头等舱的时候呢 不要把这个机会浪费掉 好 那么我们讲到 这样我要怎么拼 我要怎么翻腰 非常简单 首先我本身认为 一个人要做到最高 一个人要做到最好 最基本最基本的 他必须要什么呢 他必须要懂得珍惜 他必须要懂得珍惜他身边所有的一切 他必须要懂得珍惜他的团队 重要吗 因为今天一个人能够上来 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能量 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 不是他一个人很厉害 是他整个团队的精神 当一个人他要能够上来 他要能够去到最高 他必须要懂得珍惜什么 他的上线 很多人他们会开始满怨上线 当他们做不好的时候 很多人会开始满怨上线 当他们打不到目标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满怨上线 不过相同的 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满怨上线 可能上线的确真的不好 上线的确没有教你 上线的确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 不过我想讲的是 那重要吗 那不重要 因为到最后 如果你满怨上线 你赚不到钱 我想问一下 那个是上线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当你没有钱给你的老婆 当你没有钱给你的孩子 当你没有钱供你的房子 当你没有钱供你的车子 你上线不会负责的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满怨上线 或者我们可以往上线的上线去找 我们可以往公司去找 我们可以往有激励能量的地方去找寻答案 不需要在那边做出满怨上线 同意吗 那么我们要必须懂得珍惜上线 中线把我们带来这个事业 那么成功靠个人 如果有上线的配合那很好 如果没有上线的配合 我们尽量去争取上线的友谊 如果不能够的话 我们尽量找寻答案 来让我们更有力量 另外一个我们必须在组织里面 珍惜的是什么 珍惜我们的下线 同意吗 有很多人他们会认为什么呢 下线就是应该这样子做的 为什么这个下线打给他不来 打给他不听 叫他来培训他不来 叫他来表扬他不来 有很多人时常会埋怨 为什么我下线不是最好的下线 为什么我下线不是老应急的下线 为什么我下线不能够自己拼 为什么我下线每一次要我提起他 很多人在埋怨下线的过程里面 他没有想到 其实他才是最好的下线 当你埋怨你的下线不好的时候 问你自己对于你的上线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下线 当然像我刚才所讲的 你可以选择继续埋怨你的下线 因为你的下线不动 因为你的下线不做 因为你下线不平 所以你到不到目标 不是你的问题 是你下线的问题 你可以选择这样的 不过相同的 你可以选择开导你下线 相同的要懂得珍惜你的上线 你要懂得珍惜你的下线 你要懂得珍惜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公司的确很想做到 这个公司的每一个管理层的确很想做到 你要珍惜这个公司能够给你的 你要珍惜这个公司有的 不要去想这个公司没有的 去想这个公司能够给你什么 所以当一个人懂得他珍惜他身边的人 懂得他珍惜他身边的事物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 其实他能够更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里没有很多结 很多结已经没有了 他会更快乐 他做事情的时候 他可以更积极 他可以更兴奋 那么有一些人呢 在台湾的时候呢 他不懂得珍惜他的市场 他跟你讲 别的国家的市场比较好 有没有时常听到 相信这么讲 马来西亚的领袖 马来西亚的直销商 就会讲新加坡比较容易做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的消费能力比较高 比较买得几块钱 那么新加坡的一些直销商 就会讲 马来西亚比较容易做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的人 太舒服了 有铁饭碗 不需要去做直销 打工都可以赚得到钱 那么相同了 新马的一些直销商 就会讲 台湾比较容易做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人口才好 台湾的人产品的知识好 台湾更容易做 那么相同了 台湾的直销商 这位讲马来西亚新加坡比较容易做 为什么他们讲 因为台湾太多产品了 你跟这个讲 另外一个跟你讲其他的产品 所以我想讲一下 到底什么是好市场 其实好市场是在你的心里 当你觉得市场好 它就是好 当你觉得市场不好 它就是不好 其实我相信 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它都有好市场 只要你懂得看它的好 所以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市场 我们要必须懂得珍惜 我们市场所有的 不要去交替我们市场所没有的 好 那么讲到这里 除了我们懂得珍惜的话 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会讲 这样子的话 我的组织的整个运作 我要怎么去学习呢 我们有很多的培训吗 同意吗 我记得在12月份呢 我跟一位领袖聊 他就跟我讲 他发现在VUA的活动 有很多VUA的员工 都是一样的人 你们知道一样的人的意思是什么吗 就是三个月每一次的表达 会经过了六年 他发现 我们VUA的员工还是一样的人 有增加 不过旧的人还在 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VUA的员工 很少会离开VUA 很多 当他做了VUA的时候呢 他是死心卡地做VUA的 那么他觉得很羡慕 VUA的员工能够做到这样子 我觉得 为什么VUA能做到这样子呢 因为这些员工 他们看到 他们应该看到的东西 同意吗 昨天刚刚在印尼的那场 表达大会后 我的一位捧事 他就发了一个短讯给我 他就拍了 他跟昨天的 这个大会事宜的一个短讯 他拍给我看 他讲什么呢 那个短讯里面呢 有提到 他们很喜欢跟VUA合作 他们发现 即使是 不是VUA的人 外面的一些 可能做活动的人啊 一些活动的事宜啊 他们发现 当他们跟VUA一起合作的时候呢 他们自己都觉得 他们是VUA的一家人 他们自己觉得 VUA的管理神体 他们的感觉 是把他们当作一家人 这样子的去成长 去学习 而我的这位同事 当他看到这个短讯的时候呢 他跟我讲 他非常骄傲 他可以很大声地 跟那位师姨讲 他是VUA的一分子 所以我想问一下 在你的组织里面 在你的团队里面 你的下线 有没有曾经 非常骄傲 他是你的下线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 很伟大 很光荣的 组织的一些事情 来让你的下线觉得 他在你的组织 他非常光荣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是时候你不该做的 那么的话呢 讲到这里 当我们讲 组织的人要怎么去留他 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组织两年前 也有这样子的人 两年后还是一样的人 这样算不算是成功的 我去很多国家 给过几次培训 那么的话呢 也去到很多国家 上过很多课 我发现很多时候 当讲师在台上讲 台上一定有一些人 非常积极的 他肯定呢 是一定有我们的 VUA的制服黑西装 一定有一个RE-RAID的并 然后的话呢 一定会有一个iPad 然后的话 当一上海讲话的时候呢 他iPad立刻拿起来拍 从第一句话 会讲到那个大会 或者那个培训会 或者那个表扬大会 结束为止 那么的话呢 每一次去这个活动 每一次去大小活动 都会看到 一样的这一些人 那么为什么我会 对一些这些 也许不得有一些 深刻的印象呢 因为有一位 他封我为他的女神 真的是不好意思啦 所以每一次的话呢 在培训会 联训会 只要我看到他 他一定会跟我拍照 所以拍拍拍熟了 我就知道了 每一次我拍完了 看到他来了 我就会站在那边等他拍 难得做REV 好像明星的感觉 也是不错一下 所以的话呢 我就发现 这一个人 我足足跟他拍了照两年 每三个月一场 的领旧培训会 每三个月一场 的表扬大会 加起来一年有八场 我看到他 马来西亚也去 新加坡也去 印尼也去 那么每一次 我看到他的时候呢 他都是非常兴奋 他的动作一切 都是非常积极的感觉 不过两年以来 我每次跟他拍照 我都发现 每一次我在跟他拍照的时候呢 他都是在拜完之道 就是两年了 他几乎每个活动都去 不过他还是在拍完之道 我并不是讲完之道不好 还是什么之道 完之道也是不容易坏哦 不过我想讲是 他用两年 他都还没有 所以到底什么是积极的人 到底积极的人的定义是什么 他有积极吗 他非常积极啊 可能你喊的都不比他大声 不过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 他一直有做哦 你看他一直很活跃哦 不过他就是没有业绩 他就是没有成绩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是做 他没有做到 这就是做跟做到的分别 有一些人他是做 为了做 他是做表面的 不过他去耳关门 你问他有没有去耳关门 他讲有 不过去了耳关门 他不会close in 你问他有没有带人 他讲有 不过他带人过后就没有结果了 你问他有没有去谈人 他讲有 谈了过后也没有结果了 所以很多人他只是做表面功夫 他没有真正的去把他做到 他没有一个使命感 忠实于他的目标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我想问大家 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做过 独立紧身 方便 看我的手臂就知道我没有做 那么的话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做 十下独立紧身 方便 我想问一下 一到十下 十下独立紧身 哪一下是最难的 最后一下 还有吗 第八下 有的非常明确 第八下半 为什么呢 因为第八下半要朝向第九下 可是又差一下去第十下 所以第八下半是最难的 还有吗 有没有人讲第一下最难的 因为第一下 那个时候可能你在吃东西 那个时候你在看电视 可能那个时候你很想睡觉了 不过你要逼你自己去做 那第一下 非常的难 同意吗 很多人讲一下 有的人讲第十下 有的人讲中间第五下 其实要做十下独立紧身 最难的是哪一个 最难的是第十一下 还有第十二下 因为当一个人 如果他需要去做十下独立紧身的时候呢 他通常只会做十下 而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想走捷径 他不要做十下 他想方法做广想 不多人会去做了他应该做的十下 还去做第十一下 第十二下 这就是正常人跟成功人士的分别 很多成功人士 他会去做他应该做的 不过他还会去做他应该做以外做的东西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如果是那个做独立紧身的人 你每次是做一下 两下 三下 五下 十下 还是你每次会允许自己做到十五下 二十下 这个一定要问自己本身 好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台湾市场 那么台湾市场的潜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呢 六年多前 当一位开始的时候呢 表扬的时候没有很多人吗 同意吗 现在台湾刚刚研老奖 台湾刚开始了 好 我们来看台湾有一位Pavro 同意啊 新马有十一位Pavro 看得出那个分别吗 分别在于你身为一个台湾的领导者 你有非常大的机会成为台湾第一个Pavro 同意吗 好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当然我并不是说 当已经有了十位Pavro VVA就不能做了 No 如果我跟你讲 VVA有十个Pavro VVA不能做 这样我是骗你的 你不要相信我 为什么 因为VVA的制度是讲为什么呢 生产入义 即使VVA有十个Pavro 二十个Pavro 三十个Pavro 一百个Pavro 你那个时候你加入VVA 你还是能够赚钱 这就是VVA制度美的地方 不过我讲到台湾的是什么呢 我想讲的是 在台湾 如果现在没有VVA 进入Pavro 为什么你要等第一位出来的时候 你才去Five第二位呢 趁现在没有第五位出来的时候呢 你才去Five第二位呢 那么趁现在没有第五位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等第十位出来的时候 你才去Five第十一位呢 当你可以做第一个 可能现在在新马的一些 刚刚加入VVA的伙伴 他们很想成为第一个 如果他们要付出的努力 已经要给你多出十倍二十倍 因为已经没有第一位 他们现在做努力 他们也只能从十二开始成立吗 当然他们能够赚到钱 不过这样的一个荣耀 他们已经等不到那个第一的 不过台湾的有吗 台湾的现在有很大的潜能 你可以是第一位Fenix 你可以是第一位Monoceros 你可以是第一位Paxos 所以如果你可以成为第一个 为什么你要成为第二个 所以我想讲的是 我相信我这样子看 在座出席的朋友们 年龄我应该比你们小很多 很多都是资深的前辈们 当然我今天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跟你们教导 还是给你们宣告没有 我只是以我一个副总的角度 我看到公司的进展 我看到领袖的进展 我看到VVA真的要做吧 我看到台湾市场真的很大 我看到很可惜 当我们要PIN 当我们要充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朋友还在游泳 还有很多朋友还在那边怀疑 所以我想讲的是 2016年要到了 12月31号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跟自己讲一些什么呢 2016年我们要达到的一些目标 所以我希望台湾的朋友 是时候我们要兴奋起来了 是时候我们要积极起来了 是时候我们要为台湾争光了 同意吗 是时候我们在北洋大会 我们不需要外地的领袖来了 是时候我们台湾 可以自己有自己的 亲密力派克斯斯开场 是时候呢 在台湾可以有我们自己的 亲密力派克斯斯 可以有我们自己的亲密力 一起在台上一起唱歌 可以在台上一起分享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 要共同一起做出的一个目标 好不好 刚才讲到歌 现在我要介绍一首歌 这首歌其实我也不用介绍 为什么呢 因为相信在座的几乎每月朋友都听过了 大小 老年轻都会唱 那么这首歌呢 非常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Made in Taiwan 为什么是Made in Taiwan呢 这首歌是三个月前 在台湾的领袖表演 导委的前一天 总裁在他台湾的家 作词作曲的 看来台湾的天气 台湾的空气 比较适合作词作曲的 所以三个月前呢 这首歌就出来了 那么这首歌当我们真正去了解 它的一些歌词的时候 它的意义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真去读的话呢 你会发现意义非常紧张 它讲了我们的人生 它讲到我们以前在找寻的东西 它讲到我们人生 一直在找寻的品牌 我们人生一直在拼搏的东西 而这首歌我相信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动 因为它唱出你的心声 所以现在我想借用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来邀请我们前排的 金比利 以及我们的管理神上台 与我们大家一起唱这首歌 希望台下台湾的朋友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高歌 这首希望在里面 你们可以找到你们的答案 让我们一起找到 谢谢 欢迎欢迎 我走过的路 受过的伤 运行的痛 运行的痛 做过的梦 绝望的狂风 灰暗的天空 再期待 一线希望的曙光 才发现正确的道路 才发现正确的道路 不一定平常 不一定平常 不负几分 成功就有几分 成功就有几分 我一个人ła 因为剧地道 compartir 身边的身边 你真是给你 在这次的事 ner 等我 输入 来 你真是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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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你真是谁 现在的这个世界 我真是整个人 你真是给你 你真是给你 我们无上的心 我的路 痊愈的伤 不凭的痛 前世的梦 眼泪的醉心 紧握的双手 去创造 一条万回的道路 才发现正确的暴露 不一定平躺 出几分 成功就有几分 逆阵丧流 累积真心 梦中的那个世界 会出现骄傲的翅膀 哭和记忆一起通向 给世界一个意外 通药和光辉 终于让我找到 努力真伤有 累积真心 梦中的那个世界 会出现骄傲的翅膀 如何记忆一起通向 给世界一个意外 荣耀和光辉 终于让我找到 对世界一个意外 终于让我找到 对世界一个意外 给世界一个意外 荣耀和光辉 终于让我找到 对世界一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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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让我们大会圆满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2015届 谢谢